北七集团在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排名第137位 年营业额高达549亿美元 北七是中国汽车产品门类最为齐全的汽车集团 该旗下产品样式层出不穷 为了产品的打造也是很下血本的 在技术方面不断实践创新 品牌的实力和品质都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近期北七又有新作品与大家见面了 那就是新款北七BJ40 Plus 它是BJ40L的改良版 也让很多网友认为北七在挂羊头卖狗肉 北七命名为BJ40 Plus是否等于变相加价 让我们看一下吧 首先在外观上 BJ40 Plus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些变动 没有照葫芦画瓢 算是比较有特点 车型依旧是四平八稳的方盒子造型 前脸的格杂表面有一连串的U字型镀铬石条装饰 显得非常结实硬朗 保险缸的下方安装有银色防插护板 很是显眼 两侧雾灯设计的也比较巧妙 四四方方的造型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 轮胎的侧拱更加高大 显得很有肌肉感 动感十足 微部设计也很时尚大气 LED大灯与雾灯简约不是豪华 高挂的备胎比较有格调 有着不拘一格的气势 内饰方面跟奔驰有些相似之处 12.3英寸液金仪表盘 和10英寸智能车机显示屏 都非常时尚豪华 充满了现代化科技感 在动力方面 BJ40 Plus有2.0T和2.3T 两款发动机可供选择 而且还会配备五速手动变速箱 或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BJ40 Plus还有分14区系统 底盘采用螺旋弹簧前独立悬挂 越野通过性很高 北极BJ40 Plus 基本上可以算是BJ40L的同款 如果它是以加价为目的 那可能消费者就不乐意了 不过就算要涨价 这款BJ40 Plus 也要拿出点实力 展示一下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